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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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就开始喊了 师傅 我要打赏 快来揪 就没有了 过来半天没人理他 他就开始喊了 师傅 我要打赏 你快来揪啊 又不讲了 还是没有人理他 最后我爸又愁着方喊 师傅 师傅 还有人来揪啊 我要打赏 连说了三四遍 这个时候还真有一个幽默的出租车司机 然后抢单了 抢完单以后也跟他对讲了 然后我爸一开心 开心的不断 所以有人跟我讲完了 一点那个语音 然后里面讲说 八姐 不要喊了 师傅来接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在哪边啊 哈哈哈哈 你说他喊了半天都不告诉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你说人家怎么来接你呢 是不是 所以我爸这个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比较差啊 下面这位网友也是因为一个新鲜事物而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来 请看 我有一个非常贤惠的老婆 有一次我的老婆要出远门 她在出门之前把所有的饭菜都全部弄好了 老公 你看 你这些吃的我都已经弄好了 放在我们新买的微波炉装油盆里面 你要是饿的话 自己弄着吃哦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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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真突兴啊 第二天 我在家玩游戏 突然 好饿啊 老婆做的好吃的 哇 于是 我把老婆做的爱心饭菜放到微波炉里面 慢慢的等待 哇 怎么打不开啊 我有办法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是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你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这都没有办法打开 我好饿啊 于是我忍不住的打哭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老婆回来了 她告诉我 这个微波炉专用碗不是这么打开的 只见她轻轻的 就打开了 我真是无地自容啊 好的 感谢网友天若胡梦 分享你的经历 投稿至全家脱口笑的微信官方账号 你的糗事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 你还可以拿到奖金 我这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去探究那些新鲜事物的 这段时间网上流行许多所谓的创意闹钟的手机软件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再加上我这个人本来就喜欢赖床 老迟到 所以我就挑了几个软件 我就下载到我的手机里头去准备尝试一下 不是不知道 一是吓一跳 全是血泪屎啊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些个罪恶滔天的创意闹钟软件 第一个闹钟软件是一个运动闹钟的软件 当时我觉得不错啊 早上起来还可以动一下子 断练身体 是吧 于是我就定好了闹钟 第二天早上闹钟就响了 我抓起手机一看顿时我就愣住了 这个软件上面显示 想要关掉闹钟 必须要抓着手机做两百个青蛙跳 两百个青蛙跳啊 你看我这个体型啊 受得了 不是难为我吗 但如果你不做的话呢 这个闹钟根本就不会停下来 于是那天一大早 七八年中啊 我跟沈静明一样 然后抓个手机就在家里面 我刷牙也是跳过去的 我上头都也是跳过去的 我跳来跳去 我跳了两百下 你还别说 跳完之后闹钟真的不响了 但跳完之后 我顿时感觉到浑身好累啊 我算了 我还是继续上床睡会儿吧 我就睡了 没用啊 这个闹钟就是 第二天我又换了一个闹钟 第二个我试的这个闹钟 叫做数学闹钟 当时我就想到数学嘛 我小时候数学顶呱呱的 对不对 一个闹钟出的数学题 能有多难呢 最多也就是小学文化吧 是不是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闹钟啊 就在那个手机上 给我出了一个 极高深的微积分的题目 怪怪农历动 微积分哦 我哪边回啊 是不是 太难了 我又是上网查答案 我又是打电话求助朋友 终于把这道题解出来了 但是我顿时觉得 我脑子好累啊 算了 我还是上床多睡一晚 没得用啊 是不是 我不死心 我还得再换一个 我再试一个闹钟 这一次第三次 我挑了一个既不要脑力劳动 也不要体力劳动的闹钟 这个闹钟怎么回事呢 只要你不按时起床 这个闹钟软件 就会自动用你的手机 在你的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东西 我想这有什么大不了 放进发布 是吧 没想到的是 等我第二天起床 一看微信微博 差点没带我气死 微信上面写满了 杨云就是个猪 是个不安时起床的死庞子 都是用话 发到微博圈里头 发到微博里头 好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来 杨云你是不是 最近又脑孤度也在神经名了 是不是 在这里我用血的教训要告诉大家 不要轻易地去尝试这些所谓的创意闹钟 不然你会很想死的 当然了各位朋友 并不是每一样新鲜事物都是不好用的 也有很实用的 趁这个机会 我让大家来认识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小玩意 这都是我在淘宝街上逃回来的 事先申明一下 只要你们表现得非常的热情 我会在展示完这个商品之后 就把他送给你们好不好 好啊哎 好开心对不对 好首先我让大家猜一猜 我手里面的这个东西 它是用来干嘛的 呃熊猫你猜 这是干嘛的 文件家不文件家 我看你头被闷加过了 文件家那真是 这不是文件家 看上去是个文件家 其实呢 它是个正板 嘿嘿嘿嘿嘿 你看 打开之后 它就正板啊 有时候就可以开始切土豆了 在上面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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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会问了啊 各位妈妈可能在家里面看到 然后说 可能会问了说 哎杨运你手里面的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 正板为什么会是这个形状的呢 这样是干嘛的呢 这样 第一 便于你摆放 对吧 你放那边 树的那边 第二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各位妈妈请看好啊 这下面有孔 对不对 如果你切完菜的时候 想要把这个菜 用水冲洗一下 比如说 要冲这个土豆的话 你可以放上面 然后在资产水龙头上面 冲冲冲冲冲 然后水呢 就会顺着这些小孔 然后流到水槽里面 哦 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谁想要 谁想要 我要送给一个平时 做菜的女生 谁做菜 来个 你会做菜 是不是 一看你是嫌弃凉木型的了 来来来 送给你送给你啊 好 来来 掌声给他鼓励鼓励啊 你看 OK的 接下来我再问大家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熊猫你再来菜一下子 菜队就送给你 这个应该是这样 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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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波子 你玩谁还知道 你波子 这不是一个报子 平时 我们想吃那种就是 条状的食物 比如说薯条 是不是 那薯条 你切薯条的时候 你很难把它切得是 一样粗细 一样大小 那么这个东西 就起到至关重要注意 对吧 好 各自家做菜的小姐和妈妈 注意了 来看 这里是个土豆 是不是 然后 你把土豆 去掉皮 洗干净之后呢 然后就 就可以用这个 可以 看到没有 我再轻轻按了一下 它就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当然了 我这个是没有煮熟过的土豆 一般来说就是要稍微煮一下 然后 等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软了 然后弄下去 就会一条一条的土豆腰就出来了 下锅一闸 就不用去肯德基麦当劳了 是不是很好用 谁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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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 对不对 好 来送给你 不要再去肯德基麦当劳了 垃圾食品不要吃 自己这家做 很好的 好了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展示更神奇的东西 比方说 这个东西 这是个什么东西 熊猫鸡鱼餐 太简单了 这一看就是个夹子 我说得特别稳加过的不好 老实夹子 挂夹子 这不是夹子 这是什么呢 神奇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各位妈妈 看好了啊 你在家里面切菜 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刀工不好 那么 切的不小心就会把手切到 对不对 老公也会担心老婆的手会被切到 怎么办呢 送这个给自己的爱人吧 非常好用 来看好啊 我把它套在我的手上 对不对 然后 我再去切菜的时候呢 这个就会起到一个天然的屏障 保护作用 你再去切菜 来吧 一不小心一切 哦 切到了 没关系 我的手依然是好好的 好不好用 超好用 谁要谁要谁要 好 就给这位姑娘好不好 来来来来 好 不要切到手啊 好了 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比方说我手里面的这个 这是个什么东西 熊猫你觉得呢 电运斗 电运斗 电运斗需要两个吗 小心 两个靴子 你同时 你辣的不你 这不是电运斗 这是什么 这个是轰鞋机 好 我可以看一下啊 呃 这里有一双鞋 呃 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男生啊 我们的男生打篮球啊 踢足球啊 然后就会有汗脚 那这鞋子呢 里面就臭轰轰的 湿漉漉的 怎么办呢 回去之后又不想洗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插上电之后 就把这个轰鞋器啊 就放到里面 哎 然后就不用管它了 隔一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哇 你再去闻这个鞋啊 哇 还是臭的 哈哈 但是 但它会干 明白吗 哎 你再拿过去通风的话呢 这就是更加的好了啊 这个呢 谁想要 这是谁想要 谁想要 这个是我留到给自己的 谢谢 谢谢 好来 就是这些小东西 真的 有一些小东西啊 真的非常的好用啊 我决定 我要开个洋运的淘宝小店 到时候你们去照顾生意 啊 特别好 哎呀 说完了这么些新鲜的事物啊 其实 这些年 还有一个新兴的群体 我一说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群体名字叫 非主流 哎 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位朋友 遇到了非主流 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呢 请看 有一天晚上 我下班回家 啊 突然看到了有一个 非主流的男孩 只见他穿着 白色的喇叭裤 皮背心 蓝色的头发 居然还打着鼻环 而且 一直在路灯下自拍 哇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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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一幕 我决定 悄悄地绕道走掉 可是 嘿 帅哥 哎 就是喊你的 你过来帮我拍一下吗 来嘛 来嘛 你是在开玩笑吧 大晚上一个破手机 能找出什么来 算了 给他照 你为了不光 你不要来想着 他对着自己的脸吧 吓死我了 好的 我们感谢这位网友 名叫 我是容树柯 分享你的经历 投稿之 全家脱口校的微信官方账号 你的丑事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 你还可以拿到奖金 最近 我发觉在网络上 兴起了很多的 网络自创的四字成语 那今天 我也带大家去看一看 来 导演上题吧 好 谢谢 首先我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先解释一番 第一个 四字成语 叫十栋燃炬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很好 女人很感动 但是呢 却拒绝了他 意思就是十分感动 然后拒绝的 缩写 叫十栋燃炬 第二个 泪绝不爱 什么意思呢 就感觉自己太累了 累的都不觉得自己会再爱的意思 不想再爱了 叫泪绝不爱 第三个 叫不明觉厉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虽然我不知道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但是我就是觉得你好厉害哦 叫不明觉厉 第四个 这个常见了啊 喜大 普奔 这个词比较高深 比较复杂 意思是 喜闻乐见 大怪人心 普天同庆 奔走相告 叫喜大 普奔 最后一个 人间不拆 意思就是 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 有些事情 就不要猜穿 我没有说谎 就故事里面 有这个吧 对吧 人间不拆 就是人生已经太艰难 就不要去猜穿了 这样啊 我接下来用这几个词啊 分别来造几个句子 帮助大家来理解一下 大家听听看 第一句 我们单位 有一个女同事 特别特别的喜欢我 但是 我实动然锯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 泪绝不碍了 怎么样 这个句子很好 最后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心仪的男朋友 我们全单位的同事 都喜大铺奔 第二句 熊猫的吉他 弹得非常的好 我不明觉力 第三句 熊猫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帅 但其实呢 她又矮又胖 算了吧 不说了 因为人间不禅 挺好玩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茶余饭后 跟自己的朋友分享一下 让大家猜猜什么意思 也挺有乐趣 对于新兴的事物 我们要宽容的接受它 但是在接受的同时 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好 我们一定要 去其精华 去其灶魄 好 就说这么多 别走开 马上请大家欣赏 爆笑情景喜剧 老梁热心肠 老梁 等会了 你真棒啊 我爸跟我骂 那是谋犯福气啊 你说不要想的幸福 你就不要想了 什么想 你说现在这姑娘都咋去了 咋都喜欢中兴美呢 你个个打扮了个离春 干啥吧 不是爸 你说哪个姑娘啊 就那个你看 那往西了瞅 西皮那时候齿本唇红 往大了看 那也是五官端正 样貌清秀 留个长发穿的裙子多好 你非长得跟假咬子似的 哎呦 爸 你说这什么意思啊 那他就是个男的啊 什么啊 就是个男的 男的啊 嗯 男的咋长这样 跟女的似的啊 不是爸 我跟你说啊 这句话怎么讲来着现在 说为什么女人越来越像男人了 为啥 就是因为男人越来越像女人了 嗯 这玩意得互补 知道吗 对啊 那这不就乱套了吗 这位人 爸你不懂 这叫流行 还流行呢 我看流着 快点 我救 来了 听的吗 哎呦 老梁 等我 你长抱我 干吗 不是我妈不在家 你不能跟我爸这么亲近 知道吧 趁着我妈不在公寓我爸是不是 干什么 干什么 哎呀就是啊 我跟你讲 你妈妈 我爸跟我骂 那是谋梵夫妻了 你说不要想的性子 你就不要想了 什么想 你果娘 你们都不要乱讲 那你这么亲近人 什么个什么 我请他妈也是一句话 那是有名的真情女人 虽然要追我的男人欠借满 我一个都没看伤 那你刚才那样干啥 老梁 你一定要帮帮我 他就死了 如果说你要不帮我的话 我只能到建林屋 长大脚 挑战下去了 也好 爸你别帮他了 为民除害了 你这个人还想这种话 你俩别走乱 还玩笑 你是客户 有问题就来帮忙 你俩起来 你别致枉你了 你慢慢说 你有啥想不开的 你就跟我慢慢说 私情来是这样子 我家的儿子 琴儿就是不正气 就是你那儿子琴 让人踢了 什么玩意儿想踢 你不是甩了吧 你算了吧 你看看我们俩琴儿长的那个样子 要说是不是被人甩 也就是他甩人家 你真是 那倒也是 唯独一次让人甩了 还是琴儿妈在后边捣乱 对 对 这个事情你不要再提了后 那这样琴儿妈 你到底说说今儿因为啥 求是咋的 他说他最近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 哎呀 我想到了 他还是总意意识到自己过分女心话 想搞成一个存爷们的样子 这么说 上次咱们帮那个忙也不是一点 一点作用都没有 是吧 成功了吧 是啊 所以呢 老秦我们的口号就是 家家都会有问题 有问题你别急 老梁老陈来帮你 问题还是有问题 行呐 你们几个口号就不要喊了 好不好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到底咋回事 你倒是说 个急死人 我 你们别打菜 我们家琴儿呢 对自己的长相 觉得还不够完美 说是要 要跑到韩国去整容 啊 哎呀老梁 你们多吃点啊 哎 这条鱼是野生的啊 都吃点 这个死都全靠你了 你放心吧啊 忙你的去忙你的 交给我 没问题啊 哟哟 哟 那个球救回来了 你看 上 哎 球救 回来了 不是梁大哥 我一直以为吧 你就是个子小 你眼睛也不小啊 我这么大一个人在这 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不是那个 你跟大哥别老张口闭口 那个子的事啊 这都以前的事呢 那不归我管 这个我这不是 这个开场白吗 超都今会儿咱俩热闹热闹 那就是没话找话说是吧 你说话你那么值得 不是 我跟你说 哥找你还真是有点事 有什么事你快点说我忙着呢 就是我听说啊 嗯 就是外边传啊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就是你你最近好像是 说对自己的一个外貌啊 有有什么 梁哥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变化呀 你这怎么跟个女人似的呢 你说话怎么拐弯抹角的呢 你啊 我 这什么意思你 我不就是想去韩国整容吗 我承认我怎么了 你 你还挺直白的 就 那既然你承认了 咱就直说了啊 我 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整容这个事呢 一个大老爷们你说整什么容 都是娘们家干的 整容咱们不需要的 梁哥真的看不出来啊 你不光是个子小 心眼也不大呀 什么的整容是女人做的事 你这是性别歧视是不是 也不是歧视 我就是觉着没这个必要 你知道吗 怎么没必要 我给你看你看 这个韩国明星整容前这样 现在这样 你说有必要吗 还有 别的不说啊 那个 nobody nobody but you 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你看你看你看 长这样了现在 好不好看 你那意思 你都整成那姑娘样 那能好看吗 男生也有啊 sorry sorry 不是挺好看的吗 他们 那好看也是以前的 过时了 现在的 obagangangstyle 行行行 都有啊 鸟叔那个就真不值得整 脱个硫酸就看那样 不不不 这 它也是一种流行 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 我在这个小饭店里面 我已经窝够了 我已经决定了 只要我整容 我就进军娱乐圈 来 我现在先给你签个名 是签 那个纸 纸 就就这么着了 我跟你说啊 干嘛 之后这张纸可值了大钱了 你说好 好不好 爸 他这个 我是没法救他了 我觉得这姜还是老的老 你让他啊 怎么用呢 方方 你试试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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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球啊 这个 也是想劝我不要整容是吧 我觉得你就不要说了 不是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觉得整容这个私情 可以理解 毕竟爱美之心 人介有志 这是我的权利 你懂我 你大人王 我跟你讲 但是我有点不理解的 是什么呢 你说像你这样子 你看看你的小胜板 你看看你的皮肤 快你看看你怎么学 长得这么高达 你得请他骂了那种姬名底下 长得长成这个样子 你太不容易了 你说你要不是长得这么学 上次那个补老板 他也不会错把你认账他的耳子 对不对 我 你没有探探上心了 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当然有了 所以 以你这样子的条件 完全没有必要去等了 有道理啊 那等了 不过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俗话说的好啊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有谁会嫌弃自己 长得好看 对不对 那倒不至于 嫂子 我说你最近没有保养自己吧 你看你这个肝蚊 鱼蚊 还有 我现在仔细看一看 发现你这个眼尖锯太开了 我跟你说 你鼻子如果挺一点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下巴也不够尖 你这样吧 你要不跟我一起去韩国 我们一起去整楼 还能打个折什么的 你能打折 太好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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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劝他不去整楼 你让他给带沟 走 行不行 没用的东西 回这吃着 看我的啊 停 亮大爷 你就不用劝了 你想说什么 我全都知道 可是你想啥 我不知道了 这什么意思 啥意思 是我看着你长大 是不是 你啥性格 大爷我能不知道吗 我 别你 我来了 你心里边肯定有事 是不是人太多了 不方便说 那这么 明儿 上大爷家去 今儿咱就不落了 就你跟我明儿上咱家里 说个好清清楚楚 就我们俩 就咱俩 那行 明儿见 小球 来 就你个人 放心 就我一人 咱俩俩老了 来 坐着 吃水果 吃个橘子 来个橘子 今天还没办人 咱俩呢 真的没有 没有 屋里边一人都没有空的 都出去了 你跟大爷说什么 到底用为啥 要去整容天 我跟你说了 你不准笑话我 保证不笑话 你说我这个人别的没有什么优点 就是长得帅 你说是不是 是吧 你说我往哪一站 都是众人逐步的焦点 你说是不是 是啊 但是最近我跟你说 不是这样了 好了 有一个人出现了 谁呀 这个人你也认识 我跟你说 我今天把他叫来了 他一会就到 你看看他行不行 行啊 来了 我开门去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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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大爷好 你好 孩子听懂事啊 进门就叫人啊 你好 梁大爷 你不认识我了 我 我那小丑丑啊 小丑丑 你是不是有个小学同学 叫小丑 对 就是我 三角眼 他被梁子招风耳朵 就是他 那咋变样了 大爷 不瞒您说 就是因为我这长相 我是工作工作找不着 女朋友女朋友没着落 好不容易出去相个亲 我请那女孩吃饭 她那眼神愣眉在我脸上 停留三秒钟 这孩子不懂事 来 你坐一坐 坐吧 走 其实也不能怪人家 谁叫咱长得对不起观众呢 后来我就决定了 我破釜沉舟 我要去韩国 我整了一趟戎回来 我是从上到下来了个大改造 真去了 我说变样了 可不是 梁大爷 我跟你说 之前 我跟他走在一起 大家都看我 他就长那样 你知道吧 现在大家不看我了 没有人理我了 我跟你说 我一定要去韩国 要不然我这个幸福里小区 最有魅力男人的位置是保不住了 因为原来想这个才是想容的 那是 别急 明天呢 我就带着这个小啥 小臭臭 小耗子 小臭臭 小臭臭 去咱小区饭店 在小饭店给你们一个答案 那行 那我等着 梁大爷 你总算来了 你不是要给我个答案吗 答案在哪 人家急的 我说给你答案 马上就到 那个 快来了 梁大爷 来了 梁大爷我来了 前段时间 你不是老球之后 你方方姐给你介绍个对象啥的吗 是啊 可是我对这个男朋友呢 有很高的要求 一不要有钱 二不要有车 只要有长相就够了 这要求还真奇怪 连有钱有车的都不行 那这给你介绍两个 你看 这是方方的同事小爱 这个是俺们两个小区最帅的小伙 胡爱球 小耗子 不是 是小臭丑 小臭丑 小臭丑 你好 你好 你怎么长得这么帅 这眼睛 这皮肤 还有这卧肠 好可爱 你懂 你懂 小卧肠还是啥 卧肠就是眼睛下面的这两块 不是眼带 我比他大好不好 不是啦 你怎么长得 你怎么长得这么帅 还行 也就一般 太帅了 张大爷 你不是给我个答案吗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我跟你说 谁都别拦着我去韩国 我一定要去整容 我受不了了 别急 这不还没完吗 刚开始 那个小艾 啊 啊 她那意思 你是要跟小丑丑出的相是吧 那我跟小丑丑先走啊 别呀 别呀 别焦急啊 啥呀 你啥意思啊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我还是决定 选小球 就做我的男朋友 不对啊 你刚刚说明明是我长得比较帅啊 是你长得比较帅啊 可 可你太帅了 我超级没有安全感 而且找一个比自己还要漂亮的男朋友 你要让我怎么出去见人啊 人家都看你不看我了 那小球呢 那小球呢 小球就不一样了 帅呢 也够帅 而且很有男人味 又不招摇 太棒了 这才是男朋友的第一人选 这你 我说你 你是真不识惠啊 你啊 算了算了 那我走了 拜拜 怎样啊小球 还想去韩国吗 去啊 必须去啊 还去啊 整龙的 还整什么龙 我们旅游去行不行 真的啊 太棒了 好你 我们订票去了啊 杨大爷 拜拜 拜拜 耶 杨并大擂台 就怕你不来 好感谢各位 现在又到了我们全家破口笑的游戏环节了 依然是由我和女子天团MUN一起为大家庆利打造 啊 每次跟你们见面我就特别的开心 啊 我们也很开心 真的吗 来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闪亮登场 白衣天使的他们对待口腔问题算是小菜一碟 不过今天来到擂台的他们能否通过我们美女组合的考验呢 小伙子加油吧 游戏指数两星半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们来自康贝加口腔连锁 我叫刘盈松 我叫冯建邦 我叫刘尊卫 好 康贝加口腔 这是一家非常专业的 然后有规模的 这个牙科美容机构 应该是这样说的 对对对 我听说你们当中会有一个是学武术的 对对对 双口碎大师 这个刘尊卫 你是学武术的 我也学过 你很好笑耶 你就学武术的 然后最后继续 继续做牙了 是不是每次要拔牙的时候都 哎呀哈哈 不啊 对然后稍微 稍微一运功 他这个牙当中就咚咚咚咚咚咚咚 好吓人啊 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玩游戏了啊 希望你们可以加油 来第一轮游戏由你们自己来抽 今天谁是游戏代表 我是你 好 ok 来 阿南送上这个抽游戏的箱子 我们看看 是那个抬球耶 那是抬球啊 对啊 好 好 来 二号游戏 是什么 请看 好 这个游戏步步惊心 怎么样高跟鞋你以前肯定没穿过了 那必须没穿过没穿过啊 但是女朋友或者老婆肯定会经常穿吧 那你女孩子应该经常会多穿好 今天就让你感受一下他们穿高跟鞋是什么感觉 好吧 呃我要挑一个来跟你玩谁要来 这边 去 一分钟济时 开 开始 kerry 加油 kerry 加油 加油 ke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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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了那高分鞋 他跟他玩似的 加油 加油 我完全没有压力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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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看这个时候一定要加紧速度 速度将会注意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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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加油 5 4 3 2 1 时间到 我来检验一下kerry的最后成绩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超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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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其实我对你来说是有点难 但没办法啊 确实是的 这个就是你自己抽出来的 对不对 来 请就位 准备 预计 几十 不要紧张啊 好习惯 开始 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 这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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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快的满快的可以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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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以后就好了 还挺优雅的 还有三十秒 我觉得有希望有希望超过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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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我先来数一数你的成绩啊 好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我现在不给你看九个十个哈哈哈十个好打平之后我们就要进行一轮加赛那加赛很简单每人运三个娃娃然后看谁用时最短就可以获胜好不好因为你刚刚忙过嘛对吧你现在要休息一会儿是不是好好我们就让carry先来好吧这个时候就拼 拼时间了啊来请就位 一位 一位 一个 加油 跑鞋跑鞋跑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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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多一个 加油 ok 用时 12秒57 不错不错 好现在就看你的了啊 好来请就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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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好 哎呦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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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刚才第一个过弯的时候慢了啊 最后一个 好 最后的成绩是13秒52 我名了 啊 哈哈 现在你输了 你要给我们送上一个舞蹈 哎我们这个搞牙齿的要跳舞什么样子哎 人家会翻根洞你不会跳舞吗来 music 哦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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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 好了 非常不错啊 好第一轮游戏你们输掉了比赛但是没关系还有一轮的机会如果你们可以返回一局的话呢还可以进行最后的决胜局好吧所以第二轮很关键来我们再挑一个游戏来选一个 这轮游戏哇哦很熟悉的数字十号游戏看一看是什么呢 游戏时走钢丝的球所用到的物品有球和绳子在游戏过程中利用绳子的张力控制球的方向将球放入三个指定的容器中用时最短者获胜 好的走钢丝的球这个游戏很有技术含量我们这里有一个人玩的还蛮好的我必须要本着这个想要获胜的这个想法然后把它给叫出来乐乐我我我乐乐玩这个游戏很厉害啊还不错了还不错啊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玩一玩你先来 看上去好像挺像个样子的啊准备好了吗一分钟计时开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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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好的 哇哇两个哇厉害 最后一个 哇哇 这个游戏比较适合他们这个集业玩因为你做美白牙齿也好做什么其他牙齿也好就是手感要特别好呃对对吧要精细要精细 你万一要手一等完了 这个这个这个牙就不叫牙了我们的病人也会很疼的就是一定要不让他们有疼痛所以你的手是很稳的对对对太厉害了哎呀 用时23秒8来掌声鼓励他 乐乐乐乐 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 预备 开始 第一个很重要 漂亮 哎呦 路路加油 如果你三个可以连续成功的话你肯定就赢了 相 origins 去拍摄摄摄摄摄摄摄 eleg si 楼色温 Burada 住 穿住你在干吗 哎呀 好的 这个就进去进去进去 进去 数号 你干嘛 闻一闻 我们看一下时间 39秒7 所以很抱歉了 露露输掉了这轮的比赛 那么这轮获胜的是 我们的挑战方 MUA 好了 我来 heep line 我来 heep line 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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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最后的关键一局了 如果可以赢的话就拿走1000块 好 要加油 很关键好很关键 哦哦 12号游戏来请看是什么 游戏12 我是哲别林 使用到的物品有 储物框 特制拖鞋 和玩偶 参与者穿上特制拖鞋 运送玩偶 运送过程当中 双脚不可以触地哦 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夺者获胜 好 这个游戏名字叫 我是卓别林 谁要来 谁要来 先举手我看看 谁要来 我就觉得阿南可以 阿南真的可以 郡哥我上去明白了凡是很爷们的游戏都让我上 对啊 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特色吗 好吧 预备 计时开始 呦可以哦 稳稳的你看 哎呦 他好像很像不像企鹅 这个哇他好稳啊 这是这个游戏 而且他手勾 就会占优势 我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真的就是全养候服的 哎 他皮困掌握的真的非常的好哎哎哎 完了 五四三二一 哦时间了 好了 现在我先要数一下 我们这个对手的成绩是多少啊 来看一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八个 哎真的 厉害阿南准备啊月 计时 开始 可以的阿南 阿南你可以的 阿南你可以的 阿南我说你可以的 阿南你可以的 阿南第一个进去以后就好了 啊好加油加油 用用用用用 对 哇阿南真的阿南你这个 那个滑水平衡薄的 哈哈 好上去上去 哈哈哈 加油 阿南的脚丫子已经不在这个险了 哈哈哈 这样到这可以移动 好走耶 太厉害了 对 我觉得因为我研究过第二反而还是更好 七 加油 六 五 阿南出色 三 二 一 时间了 哎其实其实阿南也蛮厉害的 为什么呢 阿南穿的这双是人字托 他的脚丫可以不夹走他 也可以让他移动 这个怎么做到的很厉害啊 但是真的很难说是吧 我现在脚趾头掰的可疼可疼了 真的吗 嗯 阿南恭喜你啊 你输了 然后在接下来三天的游戏当中 我都不会看你出来再比了啊 你去吧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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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还是数一下啊 这个为了为了尊重他一下啊 来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还不错了还不错了 掌声给阿南鼓励鼓励啊 来来来来 到中间 呃所以今天三维游戏过后 最后获胜的就是我们的挑战方 来自于抗被加口罩的三位小伙子了 哎呀很棒啊 一千块钱拿到手了 同时还是有鼓励的爱的舞蹈送给你们MUA 耶 哦耶 谢谢 舞蹈完了 我要把这一千块钱也送到你们的手上啊 呃 也希望你们能够自己更加精湛 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口腔上面的这个美丽和健康 好吧 好了 呃 如果电视机型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也想像他们一样来感受这份快乐 同时赢得千元奖金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进行报名 我们随时恭候各位 来 跟各位说晚安了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告一段落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